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是先生会人心故事机 咱们介绍说上回那个故事 犯了完了 上次说到中央的南京的当时的中央政府蒋介石 戴笠命令当时军统的北平战 北平的情报战去刺杀 已经投靠日本人要在华北地区考出一番大事的张敬饶 张景瑶 棉庚瑶的瑶 我经常这个嘴不太利了 张景瑶这么一个人 现在只知道这个人已经到了北京 具体住在哪并不知道 怎么杀呢 更没头绪了 连他在哪都不知道怎么弄呢 说来也巧 当时之前咱们说的天津战的战长叫王天牧 也就是代号郑世松的这位 正在北京 所谓指导工作 他当时受到戴笠的命令 让他去帮着北京战 北平战去发展一下自己的势力 发展势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接触社会上的各层人员 之前戴笠戴老板亲自到北平来制造工作的时候 已经帮助北平战这哥仨尽可能的去接触北京上流社会 这哥仨自己也有一些小范围的一些关系 不敢说是神通广大吧 但也基本上是属于是什么阶层人都有 这天王天牧就带着哥儿几个去了一个北京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点 哪儿呢 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在当年是一个非常 往后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值得让人神往的一个地方 对吧 当年的八大胡同也是以高端消费为主 这个进门基本上你这个想喝个茶什么的就需要一块大洋 想把姑娘带走 或者说想跟姑娘分享点什么实质关系 那更贵 为什么呢 因为八大胡同里头有好多所谓是卖艺不卖身的这么一个班子 就是纯粹像我原来说的跟青楼似的 姑娘在里头基本上就是只卖唱 陪你喝酒聊天这都行 你真说要出台 那基本上人家是不干的 当年的这种小班叫做轻饮小班 什么叫轻饮呢 轻饮小班的意思呢 就是唱歌 而且是唱那些江南曲目 江南无农暖雨啊 无农软雨啊 像这种这种曲目为主 里面呢也会里面呢 主要的人员呢就两就就两类 一种呢是从江南地区到北京来到北平来去讨生活的 还有一批呢是北平当地的这帮人 说实话这个这个像是这个成功处啊 像是这个白白士雄啊 白白白白士维啊这帮人啊 并不是特爱接触北平的本地姑娘 为什么呢 这帮姑娘啊诈唬啊 你现在也是啊 北京姑娘特别诈唬 所以说实话 我原来有一段呢 就是挺喜欢这种性格 现在想想 现在也对这种性格呢 不是特别的感冒啊 你乍乍乌乌乌的 我就想安静静的 你这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个人一个喜好问题啊 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想法 后来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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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们到那去之后呢 就是点了这个几个江南的这么一些技师啊 真的是技师 因为人家是只卖艺不卖身的啊 其中呢 有一个姑娘非常的 这个名字非常响亮啊 叫叫飞龙 咱也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这个 这个花名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字 叫飞龙啊 你知道吧 你这个就好比如说 这现在哪个姑娘一名叫铁蛋 就是这种一个感觉 你知道吧 叫飞龙啊 这姑娘长得也挺飙啊 属于这南方人里头的比较飙悍的那种 虽然说话呀 也是乌农暖语的味儿 但是呢 你这就感觉这整个人的特别违和 嗨 反正也不跟你睡觉 是不是 我就跟你 我就跟这听你说话呀 跟你聊天啊 唱上歌啊 听你唱歌就完了 哎 这歌几个呢 你别好像感觉是挺不务正业的 在这个八道姑娘里头消遣 对吧 但是恰恰是他们当时在八道姑娘里消遣 帮了他们很大的一个忙 为什么呢 命令到了 这歌几个 您琢磨啊 咱现在也一样 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 您这晚上吃完饭 喝完酒 歌几个 甭管是洗浴啊 按摩啊 捏脚啊 包括赛定队长最喜欢的唱歌啊 这个当时您这个 您问他去啊 这个我 我没跟他去过啊 像这种事啊 对吧 唱歌啊 这边 这边搂一个 这边靠着一个 这是吧 那边正正正听着唱的 哎 这会突然 消息送到了 命令送到了 说让现在七天之内刺杀张静尧 那您说那是一个什么样心情啊 当然这帮人呢 比一般人是要专业一些的 人家出来干呢 也不是纯为了这种娱乐消遣啊 随时脑子里呢 都绷着这个情报工作这个项 得到命令之后 立刻就严肃了 赶紧让这姑娘找了一个单尖啊 把姑娘什么都轰出去 这哥几个就在里头开始商量啊 商量来商量去 这事啊 基本上有了一点小眉目 为什么呢 这个张静尧这个人呢 你说他跟日本人合作是吧 跟日本人合作 实际上你在北京落脚的地方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啊 这个东西基本上都已经确定了 就应该就两个地儿可以选择啊 家长张静尧本人的那种长期以来军阀统的军军阀作风的那种气质 所以他就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他只有可能在那两个地方 一在日本大使馆 第二在日本大使馆旁边的四国饭店 这六国饭店 对不起啊 在日本大使馆边这个六国饭店 这个六国饭店呢 今天也有啊 到今天他也是隶属于中国外交部下面的一个事业单位 叫华丰兵馆啊 就就在北京城 叫华丰兵馆 您可以去看过去 这个六国饭店当年是1902年是03年啊 由英国人牵头六个国家一起出资 建的这么一个专门为外国人还有这种公务人员啊 去消费的这么一个饭店啊 所以叫六国饭店 整个的建筑呢 是比较英式 是至少是西式的 这么一个西洋建筑 在当年的北京城啊 这个六国饭店已经是最高档的饭店了 甚至于比当时的这个北京饭店的水平还要再高一些啊 这个六国饭店当年的 布局跟今天有一些区别 当年的时候呢 是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啊 没有电梯 只有这个楼梯可以上下 因为建的比较早嘛 1902年 03年就建了 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电梯还没给他装呢 哎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 他不在这个大支馆里头 就在六国饭店里头啊 这个在大支馆里头的话 那没招了 对吧 这个你要在六国饭店里呢 那我还能进去 你在大支馆里头 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到你身边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基本确定这个张敬尧 他所在地之后 那就可以准备开始筹备了 首先呢 这个王天墨就说了 哎 正好咱们不是跟这了吗 啊 不是也听说他可能在六国饭店吗 行 我上六国饭店开钱房去 啊 您这样 我要一人去啊 还惨点 对吧 我一个人 那去酒店开房 您哥今天 是可能稍微好点 对不对 当年那种老百姓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那么一个环境 你说你到那去 你这怎么弄 这个很容易引起人的怀疑啊 哎 咱们不是在这个清金小弯的吗 得了 就带着那个飞龙姑娘 咱一块去吧 啊 为什么带飞龙姑娘去呢 哎 这也很有意思 这个其实呢 啊 跟各位解释一下啊 这个过去逛窑子呀 有规矩啊 比如说这个姑娘啊 今天是我点的啊 是我先生我也点的 怎么叫姑娘 那么对于赛挺队长 跟我一块去的人来说呢 这个姑娘就是我媳妇啊 至少今天晚上 她就是我媳妇 所以你们要向对待 甭管是嫂子呀 是弟妹呀 是妈呀 当然这个妈妈这个称呼 只是对赛挺队长管用啊 对其他人并没有啊 必须要按照我媳妇的标准 去尊重这个女的 哎 这个飞龙姑娘呢 好巧不巧 是这个成功术点的 这成功术呢 跟这个王天目呢 叫哥 管王天目叫哥啊 所以呢 这王天目还跟成功术解释 你放心兄弟啊 这个是你媳妇啊 这是我弟妹 我不会对我弟妹 做出什么样的 这个非分之想的 人家姑娘一听 也是这么个道理 因为这在当年来说 是一个通力 对吧 这个人家真说 跟你这个成功术出去 他可能不干 但是跟你这个王天目出去 而且你还给钱 你还有答应 后来还有汽车给他送过来 那这很开心 很开心 跟自己妈咪说了一声 然后就出台了啊 当然也是很顺利的 到这个六国饭店 去开了间房 然后呢 这个王天目呢 就非常非常爽快的 就给了一笔钱 让这个 这个女的就回来了 这个王天目的 这一边的事 咱先放下先布表 咱说说成功术这边 成功术这边 作为站长 你不能亲自去行动去 但是现在这站 都一共就仨人对吧 那谁去刺杀去呢 据成功术自己的记载啊 他印象中 是这个叫白世维的这个人 自个费用 我去 自个费用 我来啊 确认他在哪以后 我来啊 这么一个事儿 但是呢 经这个白世维事后 在大概40年 要不就50年之后 他们已经跑到台湾去之后 回忆 当时并不是这种情况 而是几个人商量之后 推选白世维 他也很痛快的答应了 所以这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当然这种细节已经不可考了啊 当事人已经 已经 已经 已经老了 对吧 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是1980年代的资料了 对吧 那件事过了已经40年了 40多年了 所以你说当年2030岁 一个小伙子 现在七老八十了 做完事是吧 这个确实记忆容易出现偏差啊 再加之 像这种像这种人物啊 到晚年一般都比较凄凉 这个 因为这个是会是一大系列的故事 这个系列的故事 咱们以后再说 晚年确实都比较凄凉啊 这么一帮人 啊 后来呢 甭管怎么着啊 就让这个白世维去刺杀 去执行这个任务 这个成功术呢 坐镇指挥啊 所谓坐镇指挥也不是下命令 也跟咱们现在国产党这种感觉 有很大区别 对吧 我说你上级 我说什么 你就得听 我你要不听 我说想办法整理 没有这么多事 啊 就是我负责中间的联络工作 跟代理代老板 跟这个王天穆先生 跟这个郑世民 包括跟这个郑建雄啊 郑郑郑建民先生 王天穆先生 一大堆系列 我来居中调节 啊 这么一个事 然后呢 你弃南谱去干嘛呢 你弃南谱去收罗情报 到底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张静瑶 到底住在哪 他的一个形成 他的一个怎么个规划 哎 行 各自分工 各自去干 这个白氏贼这边 因为他是负责具体执行 不到最后时刻啊 这个他的故事并不多 咱们先说说这个 齐南谱 齐南谱 他去接受这个 接受情报 这工作之后 很快也确实查明了啊 通过各种关系 确实查明了 这个张静饶 确实就住在六国饭店 住在六国饭店 知道你在哪了 那起码我就可以开始布置了 六国饭店在哪呢 当年那个地儿啊 叫石管区啊 就东郊民巷啊 老北京说叫东郊民巷 其实呢 就是现在说从前门 一直到这个崇文门之间 这么一个大概两平方公里 那么一块区域啊 这块区域当年啊 算是北京的一个不能叫租界啊 啊 就那么一个专门供外国人地方 你说中国人能进去吗 也能进去 但是呢 晚上的话 你中国人必须得出来啊 而且呢 你没有什么公布的话 一般也不往里走 为什么呢 那里的东西贵啊 那里的东西卖的什么东西都特别贵啊 拉洋车的都比外头的贵一倍以上 所以让你说我进去干嘛去 我消费不起 对吧 我进去还容易遭到你们的盘查啊 里面呢 除了各国的使馆在里面之外呢 还有各国的兵营啊 其中这个日本兵营就紧挨着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六国饭店 这个六国饭店门口是一条比较畅通一条主干道啊 从这条主干道出来之后 转一圈就能转到他的这个出口 所以撤退工作并不难 之前带了一带老板留在北京留下一辆车啊 特意告知这辆车是之后我要送给江建实的啊 所以你们在北京不要瞎开 但是这回也有个执政不来了 那也那那那那这个这个你就顾不上了呀 就把这个连车带司机一块都顾过来了 说你在这等着 多的你看我们上车了 别问 赶紧走 人家司机也是专业的 给带老板开车的 您琢磨得吗 都知道这里的门道 行没问题 我在哪哪等 有你们只要上车 我就走 我就按这条路线走 你们不上车 我就在这边待的 因为这种事啊 在当时很正常 您慢说当时了 现在我跟各位说一真事啊 就现在在北京 我就认识一大哥 咱也甭说一大哥干嘛了 他们家呀 住在一个特别努逼的一个小区里面 他的司机24小时在车里发动车待命 您想吧 就这么一个大哥 所以当年这种事有这种 还是在使馆 还是在这个东郊民巷 这么一个特殊的地界上 有这么一个车 常年的在门口待命 非常正常 可列位 不要小看当时的北京城啊 当时的北京城里的那种繁荣的景象 可能也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 但是对于大不了劳务性来说 那个那个 还是并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啊 还并不太适合人类居住 那现在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呢 就是要找到这个张庆着具体住在哪间房啊 您一般来说这种人呢 就是深入检出 对吧 我这个 我跟日本人搞这种暧昧关系 那肯定我也知道 这个各种情报工作也都被人做的一门灵了 是吧 这个我生命安全也收也得不到保证 肯定就是深入检出 所以我要进你的房间去刺杀 具体住在哪间房间呢 真不知道 从街道任务开始 一前四天 做完一切部署之后 所有人通过各种关系 包括那个犯刑 也是通过各种关系 就要查你到底住哪间房 那真查不着 这个王天杜呢 也是一天到晚 就住在这个使馆 就住在这个六国饭店的这个二层 一天到晚也在找 也在看 好像啊 看见了一个很像这个张静尧 他身边副官的这么一个人 看着呢 他是从二楼往楼上走了 但是具体住哪间房 我还是不知道 因为楼上楼上三层四层 一大堆房间的啊 对吧 你坐哪儿 我不能挨个敲门问去 那就打草惊蛇了 怎么办呢 正在这个眼看着 这七天就要到期了 眼看着这种时候了 哎 转转来了 有一天啊 这个王天木 中午 得了咱也别跟着瞎等了 出去先吃个饭去吧 准备出去吃饭 就从这个六国饭店的二楼房间出来 走这个楼梯往下走 正往下走呢 瞧瞧收人了 谁呢 一个姓英的 一个裁缝 这个裁缝呢 原来帮着北平站这帮人啊 做过衣服 所以这帮人也都认识 这英裁缝 来了 这王天木一看 麻来了 打了招 麻来了 这英裁缝呢 手里就开始撵了一件这个胡子 夏福克这块啊 撵了一件胡子 他让我做两套西服 着急要 这一下 王天木开心了 怎么呢 张静尧 他的下巴上 当时就有一座胡子 这个英裁缝 应该是给张静尧去做衣服的 这个王天木 不会是老牌的这个情报工作人员啊 这个 知道这个事之后 当时一点没表现出来 哦 答应了一声 走了 走了以后 赶紧出来 把哥几个叫起来 商量 怎么办 人家现在英裁缝 是给张静尧做衣服的 那还问什么呀 咱先吃饭吧 为什么先吃饭呢 他现在做衣服 没俩要是出不来 你现在干嘛去啊 吃完饭之后 咱们上英裁缝 他们家门口 他们店里头 去盘盆去 去问问去 相当于是 吃完饭 这哥几个就到英裁缝那了 这英裁缝一看 呦 你们来了 这两天帮你们帮不了了 我说接一急活 两天之内就要这吃衣服 几个人就一顿聊吧 对吧 怎么着啊 双劲兴龙啊 我们这做几套衣服啊 你先忙着 你先给他做 你给谁做呀 给他做呀 他住哪啊 反正就聊 聊这个英裁缝呢 也没对这帮人产生什么怀疑 对吧 因为之前所有人都不会说是 干情报工作的 不会说是以这个 无业游民的身份 是人啊 而是有一个正经工作啊 我是什么是哪的大老板 你是哪是哪的 这么一个这么这么一个武官 你是谁谁 你是都有这么一个身份 这英裁缝也没怀疑就说了 就在楼上三层买在哪个房间 一共三间房 中间那间就是他 这一家 行了 知道了 知道你住中间这家了 那得了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咱们是不是该准备什么行动了 行动吧 那就商量 这个给白世伟就下任务了 这个英裁缝啊 两日之后 去这间房里面啊 送衣服 你要说你跟这英裁缝一块进去 不合适 为什么呢 把这英裁缝给连累了 你就得之前进去 之前进去呢 你得先是 他们到 探探啊 有两间房 人家里头也有人啊 有三间房 其中一间是张静尧住 其他两间房应该是他的随行人员啊 那到底是谁在中 那中间一间房是张静尧一个人呢 还有很多人呢 目前不知道啊 目前不知道 嗯 既然目前不知道 我得知道知道 于是呢 这个王天墨就说 这样 咱们呀 今天下午 明天下午就动手啊 我呢 先去敲门去 看看他到底是谁出来开门 谁谁出来开门 我怎么应对 这都说好了 我这敲完门之后 后面的这个白世伟 看我的暗号 甭管是手上还是什么的 人家情报部门专门有一套暗号 这个人家 没细说 不管是谁的资料里面都没细说 就说看我的暗号 然后 你就进去 邦邦邦几枪杀人 就走 按照规定路线 咱们就撤退 就这么办 你就这么办 那这枪哪来的呢 这枪说来也巧 是当年啊 这陈公叔毕业的时候 带了一带老板送的 其实送给他的目的 就是给他留一个念想 对吧 这个一共就给了他六颗子弹 这六颗子弹没想到 还真就发挥上用上了 这个陈公叔呢 很不放心 虽然年轻吧 但是毕竟也是情报工作人员 也是专业的人士下来的 怎么办呢 那就让这个齐鱼谱 之前还记得吧 那个 是啊 齐南谱 对不起啊 我这个人的名字 我还专门记了一下 这个让这个齐南谱 就上北京去给他弄 就希望他能弄到几把枪 这齐南谱已经都疯了 他说北京 北平 是不是 不是什么乡下什么 什么别的地儿 好 违法之地 您这我上哪给你弄枪去 明天下午才就要得了 买刀吧 就买了几把刀 这样呢 行动人员呢 就除了这个白世维 多了一个这个齐南谱 齐南谱也跟着 这个王天睦呢 他一琢磨 咱们呀 确实现在有点 深淡立真 这个力量有点薄弱 干脆这样吧 我在天津城 有一朋友 这天津城这朋友呢 曾经是个杀手 当然现在已经退进江湖了 这朋友跟我有40年的交情 这样 咱们呢 去求他去 我让我媳妇去求他去 去求他 他要本人要愿意出山 那您甭说 这周围有几个 周围有几个随行人员了 你周围有一个连不一定能保护得住这么一位 是不是 这本事大了 上方见啊 不是 反正就是上天遁地的 什么都能干 吹的挺牛 他要来不了呢 人家退进江湖了 他要来不了呢 也没事 让他借咱把枪 是不是 你这个枪这东西在手里头 毕竟踏实 比刀好使啊 得就这么办吧 那当天就让 当天第二天的到中午以后 就让他媳妇去天津 去搬救兵去了 同时呢 双方就等着六点半的时候 估计他媳妇也从天津回来了 当时北京到天津的车也很方便 但是没现在方便 现在三十多分钟就到 那个时候两个小时就能打到天津站 然后到天津以后就找人赶紧的一下午 估计怎么着六点多钟也是回来了 回来以后几个人约定六点半的时候 在哪哪集合 说干就干 所有人就都撒出去了 该在哪 潜伏在哪潜伏 该找人找人 该干嘛干嘛 陈屋处就留在我们家原来那套房里面 去等着电话 去等着这个到六点半 还没到六点半呢 也就下午一两点啊 中国你想十二点多 十二万散了的嘛 下午一两点 下午一两点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 电话一响 拿起来一听 白市委打来了 白市委打来说 办成了 走 办成了 清华池 见面 约定在清华池 见面 成功书心里也纳闷啊 不是说晚上动手了 怎么现在就动手了 办成了 什么办成了 刚想给上级汇报 不行 这事没说清楚 我先到现场去问问去 到了这个清华池 一跟跟伙计说 有一个姓白的先生订的这个 这个小包 让我们我们跟这见 哎 这伙计也挺热情 啊 几位里边请 就给带进去了 带进去以后 这白市委 还有汽南谱 正跟上 该搓澡搓澡 该捏脚捏脚 是吧 这个等这哥几个弄完了 王先生也回来了 把这个几个人带走 带到一个披静的地 怎么回事 怎么就突然就动手了 说好了晚上呢 计划赶不上变化 本来以为啊 这个张敬尧这大哥呀 住在三层的内建房里呢 所以呢 这个王天牧 这个脑子也比较好使 他说那干脆 咱也到三层开建房去吧 对吧 如果能开到他的斜堆面 哎 这就更好 于是就找到这个茶房 就问 哎呀 我有一朋友啊 晚上呢 要从日本到北京 也呢 想在咱们这住啊 那个朋友事多 想住在比较安静的地儿 二楼太乱 你看看三层四层 能不能给我安排一间 这伙计一听 三层四层都住满了 要不然这二部先生 我先给您在二层开建房 在二层开建房呢 您先开着 回头呢 这三层要是有空房了 我再给您搬上去 您看行吧 话说到这份上 你不能说不行啊 对吧 要不然的话 这就暴露了 你这就麻烦了 你们这么一帮人 就越少出现变动越好 行吧 那天答应了 答应完之后 这伙计就把钥匙给他了 哎 这个王先生突然也就 后来他们回忆 突然鬼使神差说理 你这样 你带我看看房去 那走吧 带他看房去 看房房 请满意 钥匙给他 按理说 您拿点钥匙进屋吧 王先生当时就没进屋 哎 就这么寸 就没进屋 跟着伙计往前走了几步 拿眼往旁边一瞟 这边屋里半开着门 床上坐着一个人 谁呢 张静尧 这个王先生 王天墨啊 一上来以为自己看花样了 看了一眼 呦 这孙子大脸盘 现在有一股胡子 那么像张静尧啊 赶紧又侧身看了一眼 真是 张静尧也看上他了 就在这四目相对的时刻 王先生继续往前走 头一回继续往前走 基本就确认了 这肯定就是那张静尧 向后头的这个白白士维 打了一个手势 指了指这个屋 意思里头就是他 自己头也不回 就往楼下走 这白士维啊 也愣 当兵的出身 也曾经受过专业训练 也愣 过去一脚踹开门 邦邦邦 三枪 走了 这三枪确实也都打中了啊 这个事实证明 后来刺杀成功 也确实也都打中了 也往外走 这个王先生在前头走着的时候 就听着身后有三声枪响 自己知道怎么回事 赶紧就往楼下走 看看这个楼下会不会有动静 旁边是日本人的兵营 日本人兵营听着声的 出来怎么办 对吧 街上还有巡警 巡警过来查怎么办 这种这种大楼设计的 人家专门给外交人员 外外国人做住的地儿 万一听着这种枪声紧急的启动 不让我出门了 这又怎么办 赶紧出门就推这旋转门 一推旋转门开着 自己就出了旋转门 打辆凉车就跑了 这白市围呢 咱们接着说啊 这白市围呢 杀完人之后 也往下走 所有人就看着 这怎么回事 这事都没反应过来呢 中国人听听枪声 那会儿听得多啊 知道你这不是什么好人啊 你这肯定没干好事啊 听见枪声了 也不管别人 赶紧往下走 这伙计啊 就那查房之前说给他开房 那还要上来阻拦先生干嘛去 这边拿着枪一指 那伙计吓得赶紧就推开了 往外走一推门 得这门还是开着的 赶紧就出门 上了之前准备好的车 司机二话没有 看着上车了 知道上车了 就说明你得跑 反正我不管你干完了 反正是你得跑 上车了之后 咔带着人就跑了 直接到清华池 白市围进清华池 这个司机该去哪去哪 然后这个什么 再给这个什么成功书啊 齐男谱啊 再联系电话 说这个事办成了 这个张静尧的事实证明 现场没死啊 送到这个送到医院抢救无效 死亡了啊 当天晚上的报纸就见就见消息了 但是不是说的是张张静尧的消息 而是说是某一个巨伤 在六国饭店里头 遭刺杀死亡 为什么是巨伤呢 因为张静尧啊 也没用真名去登记 也没用真名去登记 所以你要真说到这个 到这前台去查 你也查不出什么 所以然来啊 这个呢 就是刺杀张静尧的全部过程 这个就是刺杀张静尧的全部过程 但是呢 这个事呢 并没完 您别忘了 之前之后这么多人出力啊 这个什么奖赏 这就甭说了 您这体制内该怎么办怎么办了 那体制外给你帮忙这帮人 你会怎么对待呢 挺敢这帮人啊 干办办办完事之后 觉得呀 这个事啊 嘿嘿 肯定瞒不住啊 像是什么这个鹰老板啊 像是飞龙姑娘啊啊 这个肯定大概其心里头也有数啊 你刚到我这来盘文道啊 这就死了人啊 我还知道这人是谁 那这人肯定是你们干的 你们这哥几个是干嘛的 不用我说了吧 这飞龙姑娘也明白了啊 我前两天陪人开房去啊 神神秘秘的 不让问这 不让问那 到那之后 后来过两天 那里都死了个人 那你们哥几个是干嘛的 心里得要输了吧 于是呢 你还有一些收尾工作要做 首先呢 就是时隔大概半年之后 找到了这个鹰老板 这个鹰老板啊 想跟鹰老板那儿赔个不是啊 这鹰老板看哥几个进来 嘿嘿 轻蔑一笑 把店门关上 板一上 今儿生意不干了 这哥几个呢 进门之后 也不提当年的事 鹰老板就说 不用说了 你们几个真讨厌 为什么呢 你说说我 说完话 从这个厚子这个衣柜里头 拿出两身衣服 啪 往桌子上一放 我做完这两身衣服 我给谁送去 让我赔两套衣服 众人一看 鹰老板没在乎 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行了 那咱也甭客气了 赶紧赔不是 对不起啊 鹰老板 没提前 这这种车不能靠上您 是吧 这两身用钱我们出 得了 你们不用出 这也算是我给国家做的贡献 行 今儿我上板了 我求你们几个出去吃饭 鹰老板就这么过去了 也算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士 再说这个飞龙姑娘 之后 也没隔多时间 去这飞龙姑娘那儿 接着去捧场去吧 去捧场去 这个飞龙姑娘一看 哎呀 又是你们几个人 干这行的 没有毛的不快的 都知道你们怎么回事了 这个 王天牧呢 刚要把这飞龙姑娘 拉到旁边去 低声的嘱咐几句 这飞龙姑娘说 大爷 您放心 各位爷 您放心 里的规矩我都懂 这事 我不知道 所有人也都踏实了 顺便说一句啊 这个陈公术 也就是说我这个资料主要来源的这位 陈公术后来跟这个飞龙姑娘呢 还发生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感情 只可惜呢 双方没有最后的走到一起 这个飞龙姑娘的下场呢 也不错 成功的找了一个老实人嫁了 当然也当年这个咱这么说 人家是卖意不卖身 被迫到那种地方去 当年人看的也比较开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下场呢 最后的结局呢 都很不错 之后相夫教子 生了一男一女 这个事呢 后来他们再去哪 那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后来呢 这个像这个郑郑四松 这位也就是王天牧 有兴趣呢 您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1930年代啊 被这个汪伟政权就俘虏了 其实也不怪他 其实也不怪他 他也不是说在情报部门 情报工作中啊 这个失败了 被俘的 后来呢 他们天津站出了点事 这个王天牧呢 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拉到这个南京去了 拉到南京受审 拉到南京关押 后来这个南京被这个 汪伟政权战了之后呢 就把他给拉入伙了 但是还不错 这个王天牧之后 下场也挺好 随着蒋介石 后来还去了台湾 所以看这本 看到他们当年 他们的这些经历啊 除了我感受比较亲切 因为在我们家附近以外 还有一点 也让我感受颇深 你说这个 包括像陈公术这位 后来呢 都多少有过 所谓的投降的行为 陈公术是1941年 被汪伟的这个情报机构 抓住 然后后来不得不去投降 投降的行为 甚至在1945年 这个抗战结束之后 还被安上了汉奸的罪名 但是后来查完 他确实也没干什么坏事 就给他放了 后来还随着蒋介石到台湾去 1981年之后 不得 不知道他的最终下场 到底是什么 据说这个人啊 下手太狠 这个人下手太狠 他在他的那本书里边就写 我这个一生啊 这是办的 刺杀张敬尧 这个事是办的最成功的一件事 之后 200多次活动都没有这么成功 我当时看到这儿都毛骨悚然啊 另外200多次 您就说有一半成功的 每次就杀一个 在您手下一百多条人命啊 而且不是普通老百姓啊 都是那种有头有脸的人物 您琢磨 这玩意儿 他的晚年的命运那好得了吗 行了各位啊 以后关于成功术 关于这个军统的故事 我会陆陆续续的更新啊 基本保证至少每周都让您听到新鲜出炉的 军统当年怎么刺杀 怎么玩的 这么一套故事 行了 先跟各位这个保证一下啊 能不能做到呢 以后再说啊 得了 各位拜拜